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明寒时宜 今天我就用西红柿和鸡蛋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做法简单,营养美味,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吧 首先准备两个洗干净的西红柿 把它打上十字花刀 把它放入大碗中 倒入开水,浸泡两分钟,方便去皮 两分钟后,把它控水捞出来 再把皮去掉 再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然后倒入三个鸡蛋 再把它倒入豆浆机中 盖上盖子 把它倒成丝 倒好之后,把它倒入大一点的盘中 加一勺油 一勺盐 一勺白胡椒粉 再把它搅拌均匀 再把浮沫去掉 再盖上那高温的保鲜膜 再把它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 水开后蒸15分钟左右 再准备一块梅花肉 把它改刀切小 切好之后,放入绞肉机中 放几条大蒜 放两个姜 再把它倒入肉末 放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青椒 把它切成两半 把籽去掉 再把它切成丝 再把它切成丁 切好之后,装入肉末的碗中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颗小葱 把它切成丝 再把它切成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颗小葱 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把胡萝卜丁倒进去 把它炒至断生 再把肉末和青椒倒进去 把肉末炒至变色 像这样就可以 加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盐 适量撒点五香粉 把它翻炒均匀 然后加上150毫升清水 把它煮至汤汁变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 把它盛出来装入碗中 像这样鸡蛋根就已经蒸熟了 我们把它取出来 再把保鲜膜取开 把炒好的肉末倒进去 然后撒上葱花 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 像这样 一道美味的西红柿鸡蛋根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鸡蛋根 有肉又有菜 吃起来滑嫩爽口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喜欢的就赶紧收藏起来吧 我是小孩 喜欢的就关注我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 下来吧 感谢您的观看